好這個章節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呢 如何透過Hyper-V 來安裝作業系統 那Hyper-V的安裝呢很簡單 我先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就可以了因為剛剛各位已經安裝過了 他的安裝呢就按一下 管理 新增角色 或者這裡是不是一個新增角色的功能有沒有 這兩個是同一個位置知道嗎 好選這裡 是就可以出現一個叫做 新增角色及功能的精靈 這個各位可以不用再做了知道吧 我只是點給各位看一下我把錄影起來 下一步之後呢選擇角色型功能型 下一步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你要安裝在哪一個電腦 下一步 這裡呢是不是有一個Hyper-V 現在是不是已經打勾了 對不對 之前是沒打勾要打勾起來 是不是有一個新增其他的功能 角色他的一個功能都要把它勾起來對不對 勾完之後按下一步 是不是出現Hyper-V的一些設定 對不對 是不是都用內定值的設定 只有一個路徑要改而已嘛 如果你路徑忘了改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來改 好這邊呢依據 依照他的畫面這邊打個勾之後按下一步之後呢 然後呢 有一個最後一個視窗 就是呢 讓他重新開機打個勾 還記得吧 對不對 好那我用別的地方給各位看 是不是假設這是Hyper-V是不是勾這裡 是不是有一個精神功能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呢是不是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到這裡是一個必要時重新啟動這個打個勾 只是現在我勾了別的功能 剛剛是不是Hyper-V已經裝好了對不對 那如果剛剛是勾的這裡就是顯示Hyper-V的 服務知道嗎 好這個打個勾按下安裝讓他重新啟動兩次 這樣就好了這樣知道吧 好那我這邊就取消掉 好我只給各位看一下 安裝的地方 當你安裝完之後呢 各位看一下這裡有個工具 就會出現一個叫Hyper-V管理員 好那你點一下Hyper-V管理員之後 好這裡呢 把它移到最上面 畫面就變得最大 好最大化之後呢 各位來看一下這個就是一個軟體 管理工具 好這一關 管理工具 就是Hyper-V的管理員 就是他的一個管理工具 透過這一套管理員的工具呢 你可以去裡面去管理你的虛擬機器 這是等於你的作業系統 你可以安裝第二台 第三台 除了主機 各位還是要跟各位再講一下 外面這台 就是你的實體機 對不對 本身是不是安裝Windows Server 2016 你裡面呢 這裡呢要去安裝另外一台機器 知道嗎 好那另外一台機怎麼裝 各位呢 這裡要點選你要連的是哪一台主機 我是點選 406G Teacher 那你連到的是自己的 座號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虛擬機器的視窗 現在目前沒有虛擬機器對不對 是不是都空的 對啊 好 那我們呢 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要讓各位來了解 什麼樣去新增一個虛擬機器 好在新增虛擬機器之前呢 剛剛呢我們在 黑板上面有跟各位講過了 兩台機器要連線是不是要透過特殊的媒介 來連線 那那一台呢可能是一個極限器 知道吧 或者是交換器 講解嗎 那這裡呢我們會跟各位介紹也是要有一個 交換器極限器知道吧 那只是這裡呢是用虛擬的 那這個呢後面我們跟各位介紹意思 但是現在各位只要先知道一下 好我們就來新增一個叫虛擬交換器 管理員 這裡有沒有看到 好 虛擬交換器管理員是不是點了 是不是出現一個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看到了 請各位點一下內部 不要點外部喔 點內部 按一下 新增 虛擬交換器 不要點太快喔 來 好是不是就出現一個新增虛擬交換器 的名稱 這是一個名稱 這裡是不是叫井內部 這裡是選擇在井內部 內部 是不是 不要選外部喔 我再特別強調一下 我們目前還沒有介紹到知道吧 先選擇內部 好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好改一下呢 前面把它刪掉 新增兩個字刪掉 好改成 88 dash 虛擬交換器 那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定義知道吧 但是我們現在呢先大家統一用這個名稱 後面我會跟各位介紹單獨跟各位介紹虛擬交換器的主要功能知道吧 好好了之後按一下確定 好這裡就會呢存起來 就關閉了 來再回過頭來再看一下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是不是多了一個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叫88-虛擬交換器 對不對 OK 好 這裡之後呢就按一下確定或者取消都可以 確定一下是不是叫內部 好 OK 好 表示呢我們已經 裝了一台 交換器 就是讓兩台電腦能夠透過網路線來連線 知道吧 所以這兩台電腦呢 如果有兩台電腦它連到這一個交換器之後呢 就可以透過這個交換器兩邊去做傳輸資料 這樣懂是吧 這個就跟我前面講的 一台電腦 一台電腦 透過一台交換器 是不是可以連線 把資料透過這裡傳輸過去 知道意思嗎 那這個就是虛擬交換器 這樣知道意思嗎 好 好那我們現在呢來開始讓各位來了解 練習一下 怎麼去新增 安裝我們的作業系統 這裡有個新增 按一下 我們是不是新增虛擬機器 來 點一下虛擬機器 好 它有一個安裝精靈 好來 第一個是一個開始之前的說明 按一下下一步 再來呢我們是不是要給這台機器有個名字 對不對 你在檔案是不是存檔出來的名稱 要給他一個名字 知道吧 好名字呢 我們就給他一個 Win I N S ER VER 01 好大小寫不居 我只是把它做一個區分 打個Win大寫 S大寫 好那你要不要跟著我一樣都沒有關係 就是用Win SERVER 盡量跟我的名字一樣 所以我在講的時候有沒有 你才會習慣知道吧 好才會知道我在講哪一部哪一部電腦 哪一個 好 這個地方OK了嗎 好 再來呢 這裡 這裡 打個勾 是不是都出現E槽 Hyper V 是不是這樣是不是可以選擇了 本來沒有勾是不是不能選 對不對 現在可以勾了 好是不是可以選 那我就只是打個勾 這個都不要動喔 如果你位置不是這個位置 請各位自己用打的 都好了吧 好不要去動他 好這我也後面會跟各位介紹意識 知道吧 先不急 好下一步 好那我們選擇虛擬記憶的四代 我們選擇第二代 一樣 這個我後面一樣會跟各位介紹 獨立會跟各位介紹 我們現在是讓各位來安裝作業系 好 來下一步 好我們要給他一個記憶體 對不對 我們給他 2048 這是2G 好 2048就2G 1G是1024 對不對 2G是乘以2 就2048 好打完之後呢 這裡先不用勾 沒關係 按下一步 好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連線 這個就等於是一條網路線 接到哪一個 交換器上面 這樣就開始吧 所以在虛擬畫裡面是用選的 我們實體是不是要拉一條線 那我們選擇這一個交換器 好選完了之後呢 按下一步 好這裡呢 是不是有一個建立虛擬硬碟檔 每一台機器 是不是除了主機板啊 RAM啊 CPU以外 對不對 還有一個叫硬碟嘛 知道吧 這裡的硬碟是獨立 出來 那他的硬碟是不是 一樣跟你用的 電腦名 虛擬機器的名字是不是一樣 後面多一個 負檔名叫 VHDX 知道嗎 這是你的負檔 存在什麼地方 是存在 E槽的 HyperV底下 Win Server 01底下 Virtual Hard Discs 是不是這個資料夾底下 然後你這一顆硬碟 你要割多大 知道嗎 他最高可以割到64T 好 那我們現在只是練習 我們給他先給他30G 30G 好30G OK了 那這是因為你新增一台新的虛擬機器 是不是完全沒有新增過 初始的嘛對不對 所以你的硬碟都沒有啊 如果你已經有了可以用選擇知道吧 這個我們後面都會介紹到 所以現在呢先不用擠 好 跟著我做之後按下一步 好啦 我們知道 裝好了是不是要去安裝作業系統 你可以選擇等一下再裝 這樣知道吧 但是呢我們先選擇 把作業系統的檔案 選進來 按下瀏覽 選這個之後按下瀏覽 好是不是要去找我們的檔案 按下瀏覽的地方是放在一槽 的ISO 的哪一個檔 是WIN社會這個檔 是不是 好 按一下開啟 好你再注意一下這個檔案的位置 名稱是不是 DVD9WIN SVR 是不是這個 對不對 沒錯的話呢 好 按一下 下一步可以看一下摘要 這是你剛剛所做的設定值 知道吧 好了之後按下完成 好他就幫我們建立一個磁碟檔案 就出現一台虛擬機器 好這個地方 稍微暫停一下 好我們等一下再來做安裝 我們現在只是新增虛擬機器嘛 對不對 是不是你把 買了一台 實體機 買回來了 把光碟源放進去了 還沒有開機 是不是這樣子 如果在真實的環境 是不是這樣子 你外面買一台電腦 電源插了 只是還沒按泡 是把光碟源放進去 對不對 當然電源開了之後 光碟放進去 再把電源關掉 是不是這樣的意思 還沒正式開機 還沒去讀光碟片嘛 這樣懂吧 好那現在我們再買 第二台電腦 叫WIS WIS 來新增虛擬機器 按虛擬機器 來一樣這個畫面 下一步 好我們給他一個叫 WIS 10WIN 10WIN 10H01 一樣這裡是打個勾 好了齁 來下一步 來第二檔 來第二檔 好 下一步 這個作業呢 剛剛已經做過 來我們一樣給他2048 2G的 記憶體 下一步 來下面也知道了 我們要選擇這個交換器 對不對 好這個都剛剛做過了 然後這裡呢 一樣給他30G 他是不是一樣放在 剛剛路徑一樣是不是又多建一個資料夾 叫WIS 01對不對 好 30G 按下一步 好一樣來選擇光碟片 瀏覽 選擇 有沒有看到這個WIN Pro 有沒有看到 點這個知道吧 好 點上面這個 790669這個 好 點了之後按一下 開啟 是不是選到這邊來再檢查一遍 是不是WIN 10 Pro 對不對 好了之後按一下下一步 是不是可以看到再要 好一樣按一下完成 好來 繼續來看一下我們要去 使用這兩台虛擬機器要去把它來管理他 要安裝使用他的時候呢 第一個呢他有你可以點他 我們先看一下WIN 10之一 按右鍵有個叫連線 好連線呢就會看到一個視窗 叫做什麼虛擬機器的視窗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在這一台主機裡面的WIN 10之一的虛擬機器連線 請各位先不要按太快 先聽我講 好 這個視窗呢就是呢 等一下 要使用的 你因為現在有沒有裝作業系統 沒有 對不對 所以等你電源開機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去跑光碟片 你知道嗎 好光碟片呢 因為在安裝作業系統的時候他必須要按個空白鍵 或者任意鍵才能夠去讀取光碟片 這樣懂我意思 所以說你要去點他是不是要Focus要在這個地方 知道吧 所以呢等一下開完機之後呢 這裡 你跑鼠在黑色這個地方按點一下 讓你的Focus在這個視窗已經 進到這裡面 所以你的鍵盤就會 工作就工作在這裡面 知道是吧 來看我一遍喔 你看喔 電源打開 點一下 空白鍵 有沒有 剛剛是不是有出現DVD 上面這裡 好空白鍵 如果沒有出現成功 表示按太慢 怎麼辦 這裡按關閉 有出現這個畫面就正常了 那如果沒有出現這樣的畫面是不是表示你剛剛按太慢知道吧 就把電源關掉 好的同學就不用做 沒有的同學跟著我做 關閉 是不是就關機了 來看一下喔 按一下開啟啟動 點一下 空白鍵 它是不是跳很快上面有一個 一串字有沒有看到 好現在就到一個安裝的畫面了解吧 這個就等於是你在你的電腦是不是放在光碟片 現在去讀取光碟機知道吧 那光碟來拍機 懂事嗎 來再來呢 我們這一個Win10在這邊 來看WinServer來 按右鍵一樣做連線 來我把這個視窗縮小一下 來我把這個Server放旁邊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當然會重疊稍微一點點 來 這裡一樣喔是不是按點一下 點一下 空白鍵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兩台機器畫面是不是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這台是裝Server 這台是裝Win10 知道嗎 好這個地方看到了沒 好你看我的畫面 是不是左右不要用平均 好因為它稍微 重疊 就疊著一下 這邊等一下就疊一下就過來 知道嗎 知道意思吧 這等一下就可以切換畫面了 你這個同時看得到 好我們現在裝Win10 第一個Win10這邊 來 你選舉Win10這邊 第一個 這是你要安裝的 語言 格式 好 這一個呢輸入法 按下下一步 好就出現一個叫立即安裝 好他就正在啟動 這一邊先不用動 先點這一邊 好 那如果這個光碟片呢 它裡面是包含了所有這些功能 知道嗎 所以呢我們現在來裝一個叫做 Windows 10的專業版 好 來按下下一步 不要裝其他的 按專業版就好了 按下一步 好這是要接受一個授權條款打個勾 可以喔按下一步 好因為我們不是升級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自訂安裝 我們剛是割了一個30G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要把檔案是不是放在30G這個硬碟裡面 點它一下 按一下下一步 好 就開始安裝 好從它開始call檔案 有沒有你可以計算一下現在是38分 38分 好 好這邊讓它跑 我們來看一下 右邊的這一台 Sever 中文 中文 注意 對不對 是內定值 好按一下下一步 好一樣按一下立即安裝 好這個地方稍微等候一下 等一下會跳出一個視窗稍微等候一下 好不要按太快喔 這裡呢我們有裝標準版但是這個有沒有看到一個桌面體驗 桌面體驗表示是Windows有視窗的就像現在在使用這個是不是叫有視窗 這個叫有視窗 如果你今天點到的上面這個沒有桌面體驗的呢 它就是要打指令 我們要入Windows就是要玩它的視窗啊對不對 所以你要選擇裝桌面體驗 不要選錯 你選錯的就是 等下重裝 知道吧 好按一下下一步 好一樣接受合約 條款 授權條款 下一步 一樣是不是叫自訂安裝 是一樣裝在這個硬碟 是不是剛剛也是30G 好按下一步 好就開始跑 對不對 好現在的兩台機器都在安裝那安裝在哪邊 安裝了檔案是不是放在我們剛剛的E槽底下 Hyper-V 裡面是一個Win10資料夾裡面一個Harddisk是不是放在這裡面來 這個檔案有沒有看到7G慢慢增加 有沒有看到 是慢慢增加 好我們來看一下呢SERV 2016的 Harddisk是不是這裡 有沒有 硬碟是慢慢在增加 2G是慢慢增加因為這裡在跑 這也是在Copy檔案這也是在增加 它是把檔案 是放到這個 VHDX 硬碟檔裡面 然後透過這個Hyper-V管理員有沒有 它去讀取 去讀取 這個虛擬機器的設定檔 它的設定檔是不是這台機器有一個設定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設定機體大小 我們是沒有設定處理器對不對 因為都是內定值我就先不動啦對不對 是不是有一個選擇硬碟 是不是選擇光碟 有沒有 那這些硬碟就是存在這個地方 知道意思吧 所以呢它會針對這個設定值有沒有把你的檔案存在什麼地方 存在了我們剛剛指定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就慢慢再增加 這邊是不是已經裝完了 有沒有38分現在41分 幾分鐘 對不對 3分多鐘 對不對 好 然後呢這檔案就一直增加 因為它安裝是不是要一些檔案 所以要放在我們的磁碟機裡面 他就存放到這裡 這樣了解意思吧 好 那兩台機器是放不同的位置 是隔開來 各放各的資料夾 對不對 好這個地方是讓各位稍微知道一下位置在什麼地方 好這台呢還是讓他跑 這邊是不是在正在準備 有沒有 Win10在安裝後呢 他準備的動作比較多點 SERVER比較單純 知道吧 你在家裡 對不對 是不是還要買電視 買音響 買床 買冷氣 對不對 SERVER是不是一家空的店 基礎的用好了 你要賣什麼才買什麼東西 對不對 你要賣什麼才賣什麼東西 懂事吧 你是不是要 開一家店 是不是要先有一個空間 但是家裡不一樣啊 一進去就要住了嘛 那 店面是不是 你店放在那邊我不開電 就空著了 這樣子意思是懂不懂 好 了解這個意思 所以呢 Win10來講他安裝的速度比較快 他只是把基本的配備裝好了 以後你要提供什麼服務 自己再增加 對不對再去裝潢 你不裝潢 電還是在那裡啊 但是你家裡呢 不裝潢 不放床 不放什麼東西 你就不能睡覺 是不是 Win10會開比較慢 安裝比較慢 所以你看 Win10 2016 裝完的時候呢 弄好的時候 你看一下你的左邊 你知道 Win10還沒弄好 對不對 我們是比較晚 因為他還要做一些設定 右邊的Server 要不要設定 只要輸入密碼就好 知道意思嗎 來把你的Windows Server打一下密碼 一樣我們內定的密碼 不要打錯密碼 好 好 Windows Server Win10還在跑 Windows Server呢 來 打一下密碼 我都跟各位講過密碼了 對不對 好 好 好 Win10是不是還要做一些設定 對不對 因為呢 你要買床啊 買冷氣 買電動扇 買洗衣粉啊 買 枕頭啊 是不是一大堆要設定 這是我當個形容 來 我們先把Server 打一下密碼 好 這邊一設定完 是不是就 進來 對不對 然後按Auto Delete在什麼地方 在左上角 左上角 是不是要輸入密碼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叫Adaptor Channel 內定的帳號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好登錄進去看看 是不是就可以登錄了 就看到我們剛剛呢 史比基的畫面 是一模一樣的 接下來就來設定我們的Win10 好Win10呢 來 Win10如果你還沒 登進去的就讓他跑 沒關係 先來看Win10知道嗎 來 是 台灣 當然可以選區 台灣 是 請稍後 來 你要是不是要用Win10 好鍵盤有沒有第2種 沒有就列過 好這裡呢 再來看一下 我們要連到網路 對不對 我們現在沒有網路 我們是不是先管理跳過 暫時跳過有沒有 有網路可以連網路知道嗎 如果沒有就暫時跳過 好是不是要一個使用者 對不對 那使用者呢 管理 Windows12是內地就Admitator 知道嗎 Win10 他要讓你自己輸入一個你自己的名字 知道嗎 我們用一個英文就好了 來我們一樣用I USER 都一樣好不好 大家都設一樣 I user 好了之後按一下下一步 好是不是要打密碼 一樣 對不對 這打完了是不是按下一步 再輸入一次 對不對 Win10是不是定義在一般的使用者 所以他用一步一步的方式讓你來做 知道嗎 一步一步去設定 好來下一步 好他要你出要給你設定一個安全性的答案有沒有 對不對 好 來自己隨便選一個 寵物的名字 好 EQ這樣就好了 隨便打了知道吧 好密碼因為我們都是大家一樣的 除非你現在打錯了 來下一步 來第二個問題一樣隨便選 出生人一樣 當然如果正式的你自己要自己設定知道吧 好下一步 3好一樣 好下一步 好這些呢 就是一個他安全性的 一個設定 怕你忘記密碼 不知道吧 所以給你做了三個設定 那你自己如果真的在裝你自己的電腦要依照實物讓你自己去選自己去答案 但是要寫起來 記起來就要啦 好這邊有一些裝置的隱私 我們的設定我們的 因為是練習全部把它關掉 全部把它關掉 按一下 接受 好一切就編 好一切就編 好 還在跟你 你好 你高興認識 一切即將就編 啊所以你剛剛的動作是什麼把床啊 對不對把棉被枕頭 背套洗衣機全部都準備好了 對不對 好 幫你搬家進去 你今天就可以睡在這裡面 因為什麼 WINS是給個人用的 對不對 啊 這樣的形容 夠不夠貼切 夠了啦 但是我們server早就總好在那邊等了 有沒有 他只是建好一台 買了一個空地 租好一間一樓的店面 對不對 我今天還不知道要賣什麼東西 我是不是空在那邊 因為你不會在裡面睡覺 因為他是店面 對不對 好這個地方等他跑 好等他跑 好他在跑當中 你就看一下server這邊是不是跟我們剛剛的一樣 跟我們的主題數一樣 這是一台電腦知道嗎 本機 對不對是不是有電腦名稱對不對 好這些 儀表板 管理事費新增角色 工具有沒有 對不對 好這台是WINS 有沒有 這是你的WINS 對不對 好那這些都是去連網路才會下載到的畫面對不對 當然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有連網路才會幫你跑出畫面來 像我們這台私底機是不是有連網路會跑出來 那你可以 做什麼 把它 取消掉 有沒有 按郵件 你是不是會取消丁選 取消丁選 取消丁選 對不對 是不是會這樣子 知道吧 是不是會這樣做 把它取消丁選 取消丁選 知道吧 好他就不會去網路偵測 取消丁選 好這些呢 沒有要用的先把它丁選拿掉 好 其他的就是 現有的功能 空白鍵點一下 桌面點一下 對不對 好 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是呢 我們的Windows Server跟WINS的安裝 好那這張也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 謝謝 我們先介紹一下 我們 deep傳 одном